高雄市长陈其迈呢 今天到博爱路的一间老人福利机构 在中秋节前夕呢 来慰问一下这个探访这个长辈 那么对于天后江慧呢 在脸书上无预警爆出呢 他的离哀的消息 并且在文章的最后有提到说呢 感谢温暖的迈迈市长 他没有忘记彼此的约定哦 那是否就是暗指江慧会到高雄 开唱邮谱呢 先来听一段现场访问 江慧 江慧 秘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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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以听到说呢 市长陈其迈是不断的说 先保留一下 等到这个时机成熟 就会告诉大家 这态度是有所保留 但是也留有了一些的缓冲空间 而事实上呢 这个九月份呢 就是二姐江慧的一个生日 那么高雄市政府也是祝福他呢 生日快乐 而且也祝福他身体健康 期待他呢 能尽快的来重返舞台来开唱 哇